大家好,今天我们做炸猪皮 拿一片猪皮 这次买的猪皮还可以,清理得很干净 没有毛,肥肉也不多 我们先改一下刀 我们是要下锅煮的 猪皮开始煮的时候会变硬变厚 多只一段时间才会变软 所以最好切得比锅小,煮起来会方便 好,我切的这么大块差不多了 准备一锅水 猪皮放进去 除了猪皮,什么都不用放 下碗猪皮之后我们煮20分钟 20分钟以后,皮已经非常软了 皮层和肥肉也已经可以用肉眼轻易的分辨出来了 看 可以关火捞出 捞出来之后放到一边晾凉 等它冷却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半个小时之后,猪皮已经凉了 凉了的猪皮会变硬,萎缩 这时候我们可以轻易的把猪皮上的肥油给刮下来 皮上的肥肉和猪毛进行清理 所以油比较多,我先垫一张纸 刮的时候不用怕切到皮 皮晾干之后会变得非常有韧劲 不会轻易被切到 处理好了脂肪,清理猪毛 我们就切成小块 切长条方片都无所谓 我切了长条 切好了 切完的猪皮 找一个能通风的容器平铺在上面 然后放到通风的地方晾三到四天 这是我提前晾好的 有四天吧 表面有一层油渗出来 非常坚硬 能听到响 猪皮晒好 就能进入最后一步 炸 起锅 放宽油 油多倒一点 不用怕浪费 炸完猪皮的油 不是别的炸物 没有什么沉淀物 可以再利用的 油到了六成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炸了 如果您不太确定的话 可以先放一片试试油温 看它开始冒泡了 我们就可以放猪皮了 差不多了 这种程度 就可以下猪皮了 炸的时候 切记一定要调到中小火 别用大火 容易炸糊 放到油里头很容易就膨胀糊起来 只要它膨胀了 就说明炸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炸的时候一定要每一面都顾虑到 以免卷曲的部分没有炸到 第一锅炸的差不多了 炸的时候它会有油泵出来 大家一定要小心 第一锅炸好了 第一锅炸好了 放第二锅 很快乐的滋滋松 第二锅炸 第二锅猪皮也炸好了 看得就非常酥脆 捞到一边 你可以看到 炸完猪皮的油还是非常干净的 没有杂质 装盘 装的时候下面最好垫一张厨房纸 或者是吸油纸 吸下油 猪皮炸好之后 其实没有什么味道的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香味 猪皮呢 我们没有放任何的调味料 吃的时候您可以撒点椒盐 或者是烧烤料都可以 我比较喜欢吃椒盐 再放一点芝麻 又香又酥 我们买到的芝麻 一般都是这种粒状的 用两手把芝麻碾碎 能提高芝麻的香味 不光是在这里 或者是在拌别的凉菜上面 都可以的 我先尝一个 这个口感类似于烹化食品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